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再来解一个多艺考试的题目 一看就知道答案 各位一定会听得很奇怪 为什么一看就知道答案 如果你是没有受过一二三加四的训练 你看英文就是这样子迷迷糊糊的 一个字一个字的 但是如果你心中有一小节一小节的 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 一看就知道答案 我们分析下去 首先我们先确定这个句子一二三在哪里 又是怎么分割的 各位请看 现在各位看到这个是一 这个是二 这个是三 这个三的后面我们做分割 然后看到这个字叫做targeted 那你怎么知道这里会有一个斜线呢 我们在看英文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呀 我想想看这个字叫target 它可以叫目标 它可以是个名词或者是个动词 叫做以什么为目标 但是这个目标后面加了ed对不对 所以它一定从一个名词或者是动词做了变化 它做了什么变化呢 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形容词字句改成分子具构 这个是一个过去分词 各位看到的圆形叫做这个样子 which is targeted 这是一个被动语态 所以这是一个过去分词 这个红颜色的字句来形容前面的这个东西 这形容词字句一定是形容前面的名词 而且这个了叫做定官词 后面一定加名词 要选名词吗 各位看到这个serving 它可以是一个动名词 但是这个字service再加个复数型 名词单复数都没有关系 services 这是一个标准的名词 所以我们一看答案 就知道这个答案选的是b选项 至于这两个呢 各位看到它是serve的动词 变成过去式 service也可以当动词加ed变成了动词 所以这答案只能选名词 那名词就选services 而这个叫做动名词 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真正的名词 services 一眼看过去 乐加名词 所以答案就出来了 现在很仔细的来看原来的一个句子 the committee 这是我的一 叫做这个委员会 is concerned 就是很顾虑关心 关心什么事情呢 about the services 有关于这些服务的项目 这是三 一二三加四 什么样的服务呢 which is targeted 是以什么为对象的服务呢 是以at seniors 对于这个年纪大的这些居民的这些服务 那么这个委员会是有所顾虑关心的 那么which is 在英文里面进一步可以被省略掉 留下targeted的过去分词 所以一样的道理 targeted at the seniors 以什么为对象的这种services 后面翻译前面 so 连接词 所以they are recommending 所以他们就推荐建议呢 要做一个a special study 做一个特别的一个研究 这很简单 一 二 三 那么这题答案 我们选的叫做services 那么现在回头看这个地方 原来的样子叫做 the committed is concerned 这个委员会是很关心 about the services 这个服务 什么样的服务呢 后面翻译前面 targeted at seniors 对于年纪大的居民的这样子的服务 so they are recommending 所以他们现在呢 就推荐建议呢 a special study 一个特别的研究 各位养成好习惯 看完一定要有声音 这样子你才能够更快的记住 还是将来能够同步的 把英文给说出来 写出来 committee is concerned about the services targeted at seniors so they are recommending a special study the committee is concerned about the services targeted at seniors so they are recommending a special study the services targeted at senio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